她是錯誤解讀了《基本法》23條 我尊重她們的意見 不過我認為這個意見 不是正確地整體理解整個《基本法》 尤其是23條 她視《基本法》23條 好像一個自治的一件事 其實絕對不是 《基本法》23條 只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 自行立法的一個憲制責任 這個責任給了香港 不是等於中央因此 它就不用再理香港的國家安全 絕對不是 而國家安全從頭到尾都是中央事權 從頭到尾都不是香港特區的自治範圍 所以當有這個情況出現的時候 中央去定立這個決定加納法 去建立一個更健全的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 其實是完全符合《基本法》和憲法 中央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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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央流険